好我們來就是錄一下露西的昇華關卡劇情吧 納茲眾人在遊覽世界突然遇上時空亂流 露西部分的心靈鑰匙被亂流吸走 於是他們為了循環鑰匙而跳進亂流來到神魔世界 露西南茲和哈比拿到魔術的領土 這裡到處都是結了雙雪的洞穴 在其中一個洞口前不停有骷髏過冰 捧著東西出來將東西凍結成冰 這樣拿回洞裡 寶石圈子畫飾品 他們手上拿的全部女生喜歡的東西呢 會有鮮魚嗎 人家不要送給你的 話說為什麼他會將他們冰封 露西南茲你這洞穴會不會有補吸分離的琴呢 走他們過來問問不就好了 露西南茲等等 這樣通通就會洩入我們行蹤啊 露西南茲拿下一個骷髏冰 但骷髏冰見到他們變髒口 露出驚訝的神醒 隨即可以吹起哨子的通報 凍結凍結 所有路線等到凍結 別冰封我 我不想變得冰淇淋 我不要被冰仙啊 好這應該是接納是後面的劇情來對 話說這個音樂有板球問題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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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彈牌 scientist 點事情 快把眼睛給一群人 做事 告訴我 Sing sú 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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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 好 好 繼續吧 GO 按錯 水潤出的烈亮球 錫像入錫和納茲 兩人連環避開 強大的衝力 將兵力打出多大裂縫 偉大 某族選者的領地 不是你們這些廢物 煩惱能打的地方 什麼啊 是不是來的強勁對手 喂 你就是這裡的首領吧 快將普希芬妮的琴交出來 普希芬妮的琴 是他叫你們來的 對他普希芬妮的名字 他的臉色變得不對勁 納茲小心 好 欸欸欸 沒轉到 先把東西幹掉好了 嗯 每次要學習 好 就這樣 隨便轉 好 哼 哼 我要下面永遠冰封 就像 就像 我對普希芬妮的愛 很煩欸 很煩欸 冰險死者 他卡片好像還沒出對不對 他卡片好像還沒出對不對 印象中還沒 好 也行 好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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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水長強化符石 耶 輕輕鬆鬆 嗯 這是低估你們的實力 沒想到我們的火焰劍和敵擋我的攻擊 你很強了 很強沒什麼暢快 現在不是新興消息的時候吧 各位大哥 為什麼剛才你說要把普希芬妮的愛冰封 他也長得挺帥的啊 應該有機會把普希芬妮的情報給他 他可能會不會改觀呢 你不明白 而且本來就是我送給普希芬妮的騙你 但不管付出多少 他還是一次又一次拒絕我 既然他不答應婚事 我當然要將請收回來 不僅是請 還有兩些我準備好的禮物 都要冰 都要凍結 這樣我才能忘記他 你還真巧妾啊 送出去的東西也能收回來 難怪普希芬妮不喜歡你 等 等一下 說得好好 為什麼會有一副凶神惡殺的樣子 你 金髮的 休想逃 什麼啊 冰霜的聘理 冰霜的聘理 賭錢之術 被露西的話 激怒了冰霜 冰霜死者 將水元素之地分裂出多個力量球 他輕動手指力量球 並鎖定露西 盧油先幫追擊他 為什麼藍色刺激之後 之後老被追的 如果這時候 巴洛哥在的話 就可以帶我躲進弟弟了 可惡 我不會耐傷害露西的 燃燒大海慶吧 哼 當初還沒分出勝負 找得冰封下場面吧 那隻雙手冒起火龍之焰 養團龍眼融合在一起 也變成一個巨大的火球 衝向冰霜賢者 冰霜賢者 也同時將水元素之地搓成 與火球同等大小的水球換擊 還要打 還要打 喔 天啊 OK 好 這樣就好了 三關喔 喔 喔 哇 來不及 我對這種最沒則了 沒關係,休息一下 他會繼續冰嗎 他不會 太好了 好 跟他走他了 哼哼哼哼 哼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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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呃 好 下屬火我屬新年級 OK 啊 掉那麼多火柱是怎樣 好 輕鬆 兩道強勁的力量相鬆之下 把冰霜賢者整個被轟飛結成冰塊的琴 自他懷中拋出冰架到地上 但應該是普希夫人的琴 暴露哥的鑰匙也卡在弦線上 哈 竟然都省事省力了 這是我出場的時候 我來幫陸契將鑰匙拿回來 混贓 我曉不讓你們得蠢 冰霜賢者將全身的力量灌注在石頭的兵器之中 冰地的陸契他們腳下融起尖銳的兵刺 騎向他們 欸 哈比拍打翅膀飛到天上壁或襲擊 更直衝向冰霜賢者成功躲去 滾落在他腳邊被冰封的琴 哈比將琴朝露西的方向用一直 露西接住啊 欸 可是鑰匙被冰封住 交給我 火龍的咆哮 當日瞄準空中結冰的琴 擠出火焰成功融化了琴身的冰 變回原裝的琴和鑰匙 剛好落在露西手上 有人鑰匙真的讓我出場 感謝吧 出眼光之門 鑰匙帶我們逃離這裡吧 收到露西的呼喚 鑰匙發出耀眼光芒 鑰匙帶著光芒之中現身 帶著露西他們 盾地逃離魔族的領地 既然被你們跑掉 之後他會遇上我 是不會放過你們的 露西的那個 12星座 12的那個 沒有跟神魔那個 12星座結合實在太可惜了 好 應該還有最後一個 看一下昇華是 喔 普通的昇華劍而已 GO 露西那隻大 還要比在心頂八五個隱悟師下 帶著琴回到普希芬妮的宮殿 想將琴交換給普希芬妮 卻到阿阿摩士堂前來阻攔 卻慢 這琴始終是魔龍組之物 我不希望她再次回到普希芬妮身邊玷污她 可是我看出普希芬妮很重是這琴 因為聰明的龍組物還等他救呢 龍組物的事大不了夏天幫忙跟從 但琴的事就當作奪不回來吧 這大叔有點煩耶 你的大叔怎麼麻煩 我們千千萬口將請奪回來 你相信說不要 引發小子 你不必多管閒事 想幹嗎 來阿 唉 又來了嗎 好痛喔 好痛喔 我是水豬 我是水豬 我沒有消五顆嗎 一二三四五 OK 好 直接開技能 恩 恩 恩 好 唉唷 今天死亡或復活一次 比幾歲兩倍的攻擊力 呵呵 天啊 可以不要亡我嗎 嗯 OK 應該是不會死了 嗯 新豬一直有 所以應該是 這個隊伍是 絕對不可以死的阿 隨便轉移可以過阿 沒有新豬 沒有水豬阿 沒有水豬沒關係 還是可以攻擊的 啪啪 那是和阿阿摩士堂交戰的聲音驚動的普希芬妮 他出來匹見心愛之情被取回來 不理兩人爭吵並抱起情襲擊而泣起來 只能回到我身邊了 有了他不僅可以幫忙到村民 他還賦予我勇氣 陪伴我的夥伴 普希芬妮 你覺得普希芬妮這麼珍惜那個琴 是因為他念著送琴的冰霜賢者嗎 唉 多數人來是不懂女生的心思 就因為我也知道普希芬妮不喜歡那個賢者 他真的真愛淡把琴而已 你不要胡亂吃醋 我沒有這樣想 唉 是個太過肉依的 普希芬妮 這琴已經成為你夥伴了 你們在說什麼啊 我聽不懂 趕快出發去回村民龍珠物了 但娜茲的催促下 一行人來到田地 普希芬妮在被燒焦的田地中撫清 有兩人熱身月身 轉變村莊 警戒焦黑龍珠物被金光包圍 在金光散退之後 重現升級 多謝娜茲在海比在旁 感受到村民喜悅的氣氛 事情都太解決了 娜 娜茲你要帶我去哪 我看到死瘋狂狂在那邊出現 我會給他過去 格雷和 艾爾沙漢可在那邊等著我們 耶 這個可以回去了 所以要知道故事的話 要先從娜茲開始 呵呵 露西的故事 好那 這集到這邊結束啦 喜歡我的頻道 喜歡我的頻道 喜歡我的圖片按下訂閱 右下角的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打開 這樣子我更新影片 你就要通通知道 謝謝大家支持收看 掰掰